直接牽動國內2024大選的關鍵字 富士康查稅 這個動作被解讀是 中國對郭台銘參選的警告 一記重拳 結果出爐了 富士康旗下的武漢复聯科技 被開罰 人民幣聽好喔 兩萬元 你真的沒聽錯 折合台幣 八萬八娘娘啦 查稅動作高舉侵犯 為什麼 是郭台銘 扛不住壓力 決定不選了 所以輕輕拍打你一下 警告意思意思 但不對啊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畫面 賴佩霞 今天下午去領表耶 選到底了不是嗎 還是說 拜登要求中國 你不要介入台灣選舉的警告 真的生效了 目前為止 沒錯 賴佩霞今天的確去領表 但是呢 你說 郭董難道就要參選了嗎 我覺得 這一切都還在官方向之中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中國 昨天先丟出了一個風向 很簡單 他就說 富士康的公司叫 富聯科技 然後武漢 因為編造這個虛假的 會計稅的這個問題來說的話 被罰2萬人民幣 那折合新台幣是8.8萬 那這個其實呢 跟我們之前說 不是要被罰8千億嗎 那怎麼才有8.8萬台幣而已 好像落差很大 但是我跟他講 這個不是之前他被查稅的內容 如果大家記得 10月22號的環球時報 是跟你說 針對兩個省份 一個省份是廣東省 另外一個省份是 這個所謂江蘇省 這兩省是要查稅 河南省還有湖北省 這兩省是要查土地 那這次是武漢 武漢是湖北省 他並不是在查稅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是啊 丟一個風向 跟這兩個毫無關係的 但是他就說 我給你輕罰輕罰 所以呢 這目前為止 只是在給你測風向的狀況而已 那後面可能還有動作喔 當然啊 我本來以為這個地方就終結打句號了 絕對不是 所以現在依此去斷言說 所以郭董服務卵不選了 乖乖聽話了 也都在未定之間喔 沒有錯 因為我們知道 接下來只剩下兩天的時間 對不對 他現在去領表 不代表登記 如果他真的登記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這時候來 中國搞不好會有新的做法 他現在也在看你 最後來兩天 我先丟一個風向出來 看看你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怎麼丟這個風向 因為我們知道 之前中國的確把這個議題 炒得太熱了 那網路上大家都要罵富士康 結果你今天就突然就縮起來 那也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還在丟 那丟了風向來說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 富士康不是就說什麼 我就把這個所謂 改成什麼五天 然後一天上八小時這樣 不是中國網友在罵 罵的時候就說 那是富士康的反擊 結果現在完全風向不是這樣 現在很多富士康網友就說什麼 因為取消加班被迫離職 然後部分批什麼 什麼富士康是什麼 低能的組裝廠 人人都能取代 原本是這樣 但是現在居然有人開始說 不是 比亞迪或是利遜都無法取代 中國離不開富士康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的風向 其實轉到跟對富士康有利 那當然啦 我覺得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拜習會的時候 事實上 這個習近平在中國 在美國不是一直說 歡迎外資來啊 就像說如果給這個富士康 開個大發張 那不是在打自己臉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什麼 目前為止得說外資似乎認定 我說的是外資投資人認定 郭台銘董事長是不會選的 不然他在最近買了五多 五萬多張的洪海事要做什麼 把他拉到一百多塊以上 顯然很多外資是認為你不會選的 但是中國現在也丟一個風向出來而已 所以我覺得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我覺得要等到這禮拜五 登記結束之後 郭台銘董事長到底有沒有去登記 這才是最後拍板的時間點 所以鬼不鬼決 有夠鬼決的一開始 真的是一團迷霧 但有一個是清楚確定的 中國不能沒有富士康 大到不能倒啊 對沒錯 為什麼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中國現在突然有風聲 就是離不開富士康 前一陣子不是說 富士康是我們吃中國的 吃中國的肉喝中國的血嗎 完全不一樣的風向 那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說實在了福士康殘年 這個2022年的中國外商投資第一名 然後出口第一名 這都不用講 那他的這個2021年的出口 額度高達8400億人民幣 那佔中國總出口的3.9% 那我們要知道 其實那一年中國的糧食進口 也才5000億人民幣 所以其實他的規模是相當相當的大 這就是最現實的一個決定因素所在 所以現在中國的官媒的口徑 根本就是口閒體正值 明義上說大刀要砍下去的 其實是下重本去留住富士康 對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沒有錯 政治是一回事 但是經濟我們偶爾也要顧一下 對不對 那尤其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訊息出來 就是說當初的這個 為了要留住富士康 的確啦 鄭州是花了非常大的這個功夫 包括說我們以這個鄭州產為例 鄭州補貼富士康 約莫是15億美金左右讓你建廠 那我們講過嘛 當時把這個所有的原 所有的藻子原都把它除掉 然後還有很多這種放牧 還有很多農地都把它弄掉 然後給你蓋廠 那蓋廠還給你說 我有減免 還有這個所謂的免稅 免稅收的這個額度的年份 都給你啦 對不對 然後從此招工人的時候 還說每個月我給這個工人 補貼200塊人民幣是這個鄭州市政府出的 然後還有2016年的時候 一共補出了富士康 一共是8187萬的這個人民幣 對不對 然後從此之間 中國這幾年來一共補貼了約134億人民幣 左右的一個數字 好 那事實上補貼之後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 你可以看到2019年的這個中國外資的500強 外貿500強的話 鄭州富士康以316億美金居冠嘛 那你看深圳第四嘛 成舟第五嘛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鄭州廠佔當地的出口高達82% 這些數字都告訴你 中國的確已經患上了這個富士康的依賴症 以至於說真的要動手的時候 其實好像也是看不太下去的一個狀況 富士康現在不是只有製造業精密製造而已 他現在一個華麗轉身 因為這個地方毛三道四哪裡賺得多 那幾年風風火火 悄悄已經變成了房產經營的其中一員 對沒錯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剛才講到這個被查稅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個部分是在查土地 他這次這個所謂10月22號的說法是說要查湖南 河南跟這個湖北省兩個地方的地 好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這個對中國來說影響可能非常大 第一個 目前為止富士康擁有了土地的金額來說 其實已經包括說有五個商辦 然後兩個住宅 還有47個工業園區 然後工業園區佔面積來說有92萬平方公尺 然後中海地產的這個總儲備量來說 才8077萬 如果我們用這樣來對比來說的話 你看中海來說的話 約莫塞這個位置是中國排名第七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就可以認為說 富士康如果用土地的排行 已經可以排到中國房地產業的第七名了 所以目前為止雖然富士康沒有錯 他享受很多賦稅的優惠 但是他手中有非常龐大的這個土地資產 這個部分來說 如果我真的丟出去來說 你要我賣 好 你要我收歸國 或是你要我賣 但是這個會變成是一個很難處理的這個燙手山域 另外一個就是說 富士康有享有這個所謂稅收的優惠 但是無論如何 他也是地方一個非常重要的稅收來源 你看深圳市政府 還有鄭州市政府 青島很多都是 它是最重要的這個所謂稅收來源 譬如說富士康的工業互聯來說的話 第一季就繳來一個約莫10億人民幣 所以他不只是發展地方給地方工作機會 他同時也是繳稅大戶 默默的這幾年 他就變成了第七大的擁有土地的大戶 好啊 你要扛我 你要殺我 我把土地倒出來多殺多 中國扛得起受得了這樣子的衝擊嗎 完全受不了 我們前幾天才跟你關注 他們是爆雷嗎 碧桂園多少的房產大人在爆雷 沒錯 到今天雷越爆越多爆個沒完啊 對 沒錯 好 如果是說我跟富士康查這個土地 那好 要求你賣出來好了 好 那我們講事實上這個中國目前為止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承受量 可能承受來自富士康本身 它的量體的這個賣壓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到最近一段時間 其實很多這個工人已經開始上街頭了 不只是工人上街頭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這個住戶的維權 還有很多這個所謂爛尾樓的區域的維權 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現在看到從剛才11月22號的 這個海南的地隊員的員工 他們在討這個要薪水 另外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成都的 這個爛尾樓 他們目前他們叫三合九張這個爛尾樓 結果沒想到呢 因為目前我一直在說 爛尾樓一直沒有蓋好 雖然說去年中國官方要求你要保交樓 但是沒有辦法保交樓 還是沒辦法交到樓到我的手上 那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些工人或是這些業主來說 他們都是一輩子的心血 或是我的所有的薪水拿不到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講 他們會開始出來維權 他們會跟你拼命 所以你知道 從去年六月到現在為止來說 中國已經發生了大概一千八百件 跟房地產相關的抗疫事件 也就是說平均一個月大概一百件 而且很多是我們看不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已經用所謂的 他們的天然系統 或是用他們的維權系統 已經先把它壓下來了 但是你知道 目前為止來說 上上大概 我們前幾天的時候 這個野村有出示一個報告說 至少兩千萬套的爛尾樓 無法處理 我們兩千萬套代表了兩千萬個家庭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中國想要好好處理 他們最近有個金融機構的 這個座談委員會 他說我們要對正常經營的房企 不斷資 還是要繼續給他錢 然後我們會擬定所謂的融資白名單 就是這些白名單之內的 我會給他錢 那裡面有包括誰 什麼碧桂園 萬科 那當然 因為他們都是大到不能倒 所以必須要救 但是我們就講 你大到不能倒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能救嗎 我們碧桂園目前為止 已經是個殭屍 那你跟我們講萬科 萬科原本大家都說 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這個房地產的公司 就沒想到呢 房地產的優等生 萬科突然之間 在十一月初的時候 股債雙殺 我們都說了 事實上一個公司 會不會出問題來說的話 你看他公司的營運 你看什麼 股價跟債是最準 結果沒想到 股債雙殺 你要以這個美元 美元債的這個報價 從一百塊落到七十塊 對不對 然後股價來說跌到十一塊 創了八年來新低 所以如果我公司的營運很好 我怎麼會股債都在跌 所以顯見 萬科目前為止 恐怕出了非常大的問題了 所以也就是說 好啦 我要救 碧桂園救萬科 問題是 你有沒有辦法救嗎 這個規模這麼大 所以路透社的評論是說 過去你也曾經推出過 類似的什麼非正式的白名單 但是因為不是命令的性質 所以成效不大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以目前為止 整個中國的經濟 雖然習近平在APEC說 我們中國還是 這個營運的成長的動能 但是你就知道 中國在經濟不好的狀況下 它有可能會成為 全世界拉動的角色嗎 不可能的時候 所以在這時候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這個鴻海的這個 富士康的查稅 還有土地問題 就變成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就政治上面 他或許真的會想要動手 可是問題是 就經濟層面來說 他又不能夠動手 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 邀請您一起加入 五七暴新文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根獎